为什么春节档的电影没有以前那么能打了? 看似百花齐放,实则有点群龙无首 我们先看看票房 去年春节档票房前三是满江红、流浪地球2 熊出没半我雄心 其首日票房分别为4.05亿、4.79亿、1.33亿 今年则是飞驰人生2、4.3亿 热辣滚烫、4.24亿 熊出没逆转时空、2.37亿 乍看之下似乎不降孩生 但上座率却大不如前 去年大年初一 满江红、流浪地球2、熊出没的上座率 都能达到46%以上 熊出没甚至高达59.9% 再看今年 只有熊出没逆转时空维持住了这一水平 飞驰人生2、热辣滚烫都只有40%左右 这还是强制影院排片的结果 强制排片可谓是近些年的资本损招 要知道在春节档的排片份额是寸土寸金 尤其前三天 观影刚需 只要能排就能大赚 故而各个宣发方会卯足了劲给影院排片费 而作为终端影院 这几年的骚操作也不少 对于送到嘴边的这块肥肉向来是来者不惧 这当然是不正当竞争 相当于宣发资本买断了观众的选择权 今年五个热门影片 片方都要求影院承诺排片比例不低于22% 才能拿到密钥 以放映影片 甚至有片方涉嫌捆绑销售 若影院一天想放映10场雄出没 则必须按比例放映12场我们一起摇太阳 在热门影片中 仅有由上师影业发行刘德华主演的影片 红毯先生未发布相关硬性排片要求 并发布数章新海报 强调把选择权留给观众拒绝被裹挟 此外 春节当中体量较小的三部影片 八戒之天鹏下界 破绽 黄皮 天降财神猫 也未发布相关排片要求 实际上 若按照以上五部影片要求 留给其他所有影片的总排片率 则不到12% 这事实在是不地道 严重侵害了其他电影和观众的权益 而且最近的电影越来越流水线 就比如说《飞驰人生2》这部作品 根据国家电影局官网显示 这部电影是2023年4月底才立像通过 立像意味着只需要交一份剧本大纲 后续还得经过剧本创作 剧本修改 拍摄 后期剪辑 过神等一系列步骤 而后面这些步骤 才是打磨作品的重中之重 但《飞驰人生2》 在短短半年多就完成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近年来各种清洗剧非常流行 因为周期快 众所周知 资本最重要的因素就两个 收益率和周转率 像《流浪地球》系列 慢工出息活 一部周期三年起 肯定市场上的资本不会青睐的 只有中营这样的国资 愿意扶持这样的项目 还以《飞驰人生2》为例 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上 追星账号实时更新的消息来看 9月份开始拍摄 11月份杀青 次年2月份就上春节档了 这么短的制作周期 也只有这种敷衍的清洗剧 能够实现 再看张艺谋 这个春节档的新作 《第20条》 也是一个今年7月份开拍 主打何家欢的清洗剧作品 去年那个满江红 也是一个几个月完工的赶工片 而精心制作的《流浪地球2》 票房没有远超满江红 这对认真创作的人来说 无疑又是一拳中击 并不是说这些影片不好一无是处 作为假期的何家欢娱乐 他们都是合格的 只是本来春节档这种票房容量比较大的档期 就更适合上一些成本高一些的大制作 各个题材的电影都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进而推动电影行业的发展 结果今年都来些小成本的喜剧 来春节档刮个十几亿 几十亿直接赚麻了 以前我们在春节档 可以看到深海 流浪地球 红海行动 英雄 功夫 集结号 让子弹飞这些大制作 硬剧本的加片 最近的电影却朝着流水线 玩流量的方向一去不返 观众应该对赶工的 敷衍的 硬蹭春节档的喜剧 苛刻一些 要是随随便便 一个赶工喜剧 就能拿五十亿票房 那可真就完蛋了 以后全都是有样学样 搞这种糊弄观众的东西了